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 电动摩托车的驾驶员以及另外一名小孩呢是倒在地上 还有另外一名年纪更小的小孩子呢是站在边上 就嘴巴上看到他流血 两个男孩一个八岁一个四岁 从公共视频来看 这辆电动摩托车骑到十字路口 是被一辆从他左侧执行过来的小车撞了 车上三人被重重地撞了出去 在现场孩子因为疼痛哭闹不已 民警决定先用警车把孩子送往医院 经过初步诊断 两名孩子属于轻微伤 电动摩托车驾驶员手部扭伤 据交警介绍 事故是因双方驾驶中的视角盲区 以及采取措施不及时而导致 骑摩托车的女子搭载两名未成年人 也存在安全隐患 已经超过了这个合计载人数了 两个小孩子呢都没有戴头盔 还好呢这个事故当中 小孩子头部呢也没有受伤 交警判定小车因未让右方来车先行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电动摩托车因超合载人数 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是